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创业梦 曾经是航太工程师的肖仁豪 因为对餐饮有兴趣 靠着自学开始从餐车卖起汉堡 曾经一天就卖出上百个 因此让他信心大增 毅然决然放弃稳定的工作 在物丰树人路开启美式汉堡餐厅 肖仁豪秉持坚持手作忠于原味的原则 店内的汉堡肉完全手工调味拍打 每块更重达6盎司 美味多汁 道地的美式汉堡吸引不少死忠顾客上门 今年27岁的肖仁豪大学念机械系 原本是航太工程师 因为对餐饮有兴趣 开始看影片自学 更利用下半时间开着餐车卖汉堡 没想到大货好评 一个晚上几乎可以卖出100多个 让他对于创业之路更加有信心 也毅然决然放弃稳定的工作 在物丰的树人路上开设美式汉堡餐厅 我以前是做品宝工程师 那品宝工程师最重要的就是品质管理 那我自己也有ISO9001的主任集合员的征兆 所以原则上我把品宝这一块 又在我的店面的管理 所以我的产品都是经过比较 比较严格的把关 比较高层次的升级的把关 老板仔细将拍打过后的汉堡肉称好重量 每块都有6盎司重 而这汉堡肉是老板自己手工制作 使用美式当卖场的肉皮 只加入牛奶 盐等简单的调味 不加任何一滴油 不仅保存最原始的肉汁 没有多余的调味 所以减少油腻 减少对健康的负担 我坚持我的猪肉就是 我也是使用纯猪肉 用低脂猪脚肉 然后牛肉也是用低脂牛脚肉 然后再搭配一些我的比如说鲜奶 然后面包粉那些去做调味 然后用最简单的盐跟胡椒去调味 因为我要呈现的是 我要呈现的是食材本身的原味 而不是用香料去把味道盖入去 肖仁好把工程师对品质的坚持 展现在做料理的态度上 为了可以精准的控制温度 湿度 并增加初餐速度 还特别添购30多万的专业烤箱 汉堡肉不用油炸的 而是用烤的锁住肉汁 增加肉的鲜甜 更用测温棒严格控制肉的温度 维持暖嫩多汁的最佳口感 这才叫蛋汉堡 吃起来非常的可口 很松软 味道又很好又很香 而且最少有养分很均衡 营养很重 牛肉汉堡 它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不一样 就是说我吃下去没有负担 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 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人来讲 它应该是比较属于健康的 吃下去不会堵堵 不会有负担 所以我常常会来这边 我的招牌花生酱牛肉房 我是用那个Skibi 颗粒花生酱 它的话 它就是到底也买过花生酱 然后它里面的花生颗粒 会多一个酥脆的口感 然后搭配上花生的浓厚 然后牛肉的肉汁 刚好跟它搭配 所以说 有点咸甜咸甜的感觉 由于份量大 加上汉堡口味道地性 一票死忠的顾客 就连外国客人都赞不绝口 而店内的商品 就属花生酱牛肉堡 以及手撕猪肉堡 最受欢迎 用整块的梅花猪肉腌制 在地温慢烤12小时 再湿成肉丝 肉质暖嫩鲜甜 让不少人是一世成主顾 谢谢陈庄 台中才能报道